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时急出了一身汗 合同也顾不上签了 连夜就往回赶 我叫魏心安 家住在山东滋博 今年34岁 三年前 爸爸说他年纪大了 不想操心了 就把家里的小工厂交给我经营 彻底过上了钓鱼养花 接送孙子的退休生活 那知道还没想几天轻浮 就摊上了这种事 我急着往回赶 除了牵挂爸爸的病情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此时家里能倚靠的人不多 我爸老家在何则 我妈娘家在灵异 亲戚一时指望不上 我又是独生子 媳妇因为性格不合 前几年也已经变成了前妻 我儿子在上小学 每天都要人接送 我妈身体又不好 想到现在这个局面 我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 一眨眼就飞回家里才好 没办法 在路上 我就给厂里管生产的李师傅打电话 让他放下厂里的活儿 先帮我接送一下孩子 再联系了一个要好的朋友 拜托他去医院照应一下我妈 此时我妈还守在急救室外面呢 等我赶到医院 爸爸已经转入了重症监护室 我妈坐在监护室外面的塑料椅子上面容憔悴 眼睛都哭肿了 一看到我 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我强打起精神来安慰她 转过身来再向朋友致谢 并拜托她送我妈回家休息 我去见了爸爸的主治医生 大夫告诉我 因为抢救还算及时 我爸生命危险是没有 但我爸年纪大了 不留后遗症几乎不可能 就是个程度轻重的问题 将来的康复治疗也很关键 让我们家属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医生的话让我心情沉重 坐在阴冷的监护室外面 想到里面的爸爸正在受罪 将来还不知是个什么样子 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 连一个可以分担的人都没有 那一刻 孤单 无助的感觉 萦绕在我的心头 再也挥之不去 就在我医院 家里 厂子三头跑 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 又一个大雷 早已悄悄潜伏在我家的生活中了 那天 我刚抽时间去厂里处理了一笔业务 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她惊慌失措地问我 有没有动过爸爸的一张存折 我说没动过啊 出什么事了 我妈尖叫道 你把存折上面的钱都没了 三十多万呢 我瞬间就蒙了 定了定神 心急糊了地赶回家 我妈连哭泽喊地跟我说 她想先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用着 等不够了再跟我要 她知道我爸爸有一张存折 上面有三十多万 没想到打开一看 也闪了眼 存折上的流水写得清清楚楚 从去年六月到十月 几乎每个月都有大额取钱的记录 先后提走了三十二万 问题是那段时间 家里根本没有任何花大钱的地方 我爸也不炒股不投资 那这钱去哪了 在爸爸开户的银行里 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 银行的存根和存折上的记录 完全吻合不可能出错 因此 他们合理怀疑我爸是遇到了骗子 被人把钱骗走了 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忽然想起来 这几年我爸迷上了钓鱼 他几乎每周都要去野外垂钓 只是技术很臭 每次回来也没见钓到几条鱼 从去年夏天开始 他出去钓鱼的频率明显增加 在外面一待就是一天 那正是存折上记录的他 开始大笔大笔往外提款的时候 直觉告诉我 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为了找到蛛丝马迹 我在爸爸的书房里 翻箱倒柜地找证据 他的手机设了密码 试了几次我也没猜对 后来终于被我发现了 一件不寻常的东西 一份安装光伏发电工程的 异想合同 地址在本市东部山区的村里 金额有15万元多 奇怪的是乙方的签名 是一个叫王晓琳的名字 那那笔记一看就是我爸签的 留的电话也是我爸的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 立刻就联想到 我爸是不是在外面有了野女人 再一想又实在不敢相信 从我记事起 我爸就是一个顾佳的好男人 从没见他和妈妈红过脸 我妈的脾气不好 爸爸一向都是迁就他 但所有的痕迹都在证明 那个叫王晓琳的女人 和爸爸的关系一定非比寻常 为不一而非的32万 还有这合同上的15万 都证明了这一点 爸爸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 平时一向节俭 能让他这么大手笔的花钱 除了那个女人 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以外 还能有什么解释吗 我是越想越气 又不敢告诉我妈 怕她受不了 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女人 我倒想看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能把我爸迷成这样 合同上有那家安装公司的电话 也有经办业务员的名字和电话 业务员姓侯 我电话一打过去 把我爸的名字一说 他就说他知道 上个月才通过电话 我说那是我爸 他现在住院了 我才发现了这份合同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想了解一下 小侯一听就啊了一声 诧异的说道 你不知道 你爸说这光服 是给他闺女安的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我脑子里嗡的一下 感觉气血上涌 老爸老爸 你哪来的闺女 不用问 肯定是在外面养的女人罢了 闺我还一直拿你当 模范好男人看待 我平复下心 请问小侯 合同上的那个村 他去过没有 小侯说 怎么没去过 他要实地测量 计算一下能安装多少光服板 那地方就在村口的一家养鸡场 他还说 我爸本来是要贷款安装的 后来又嫌付了一些太吃亏 就打算付全款 上个月 他给我爸打过电话 我爸说正在筹措资金 让他才等等 我本来还想问问 他见过那个叫王小林的女人没有 转年一想 又打消了念头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 这事要传出去 我们家的脸就丢大了 我还是自己去看看再说吧 初春时节 城里已是暖意融融 山中却依然寒风撂桥 我驾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 心情也和这山里的气温一样冰凉 到现在我还没从父亲的密室带来的震惊里缓过来 林木弟弟越近 我的心就越乱 不知道自己将要经历什么 再也想到爸爸还在监护室里 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针头 我却撇下他 跑到山里来捉奸 虽然是老头子有错在先 还是觉得有一点对不起他 我妈一直催着我报警 她是坚信我爸被人骗了 希望能依靠警察叔叔把钱追回来 我咨询过律师 律师说 只要有证据证明 我爸和这个王晓琳的确存在不正当关系 这钱是我爸瞒着我妈给他的 我妈就有权利去法院起诉追逃 但这话我只能憋在心里 否则以我妈的脾气 肯定会气得抽过去 所以我只能敷衍她 说问过警察了 这事得等我爸好转以后 他自己说明情况 然后人家才能立案 我妈还就真信了我的话 但以我妈的那酱脾气 我不能总这么拖着 越早弄清楚越好 前面拐过一个弯 远远的我就看到村口有一个大院子 雪白的围墙 竹红的大门 隔着墙也能看到里面有几排房子 在这寂寥的山里头 显得气派十足 我猜 这个就是那个养鸡场 怀着忐忑的心情 我排响了门环 大门应声而开 意料中的妖艳见货没有出现 出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 面向憨厚的男人 你这里是养鸡场吧 我听别人说你这里的柴鸡好 过来看看 我说着早就编好的台词 对方笑了 一边点头称事 一边把门开得大大的 请我进去 老板贵姓啊 我问 他说 免贵姓陈 你贵姓 我姓杨 我留了个心眼 抱的是我妈的心 我一边和她搭话 一边观察这个地方 很明显 这家养鸡场才建成不久 门窗墙壁都是心促促的 分成前后院 我正在四下打量着 北屋的门一响 走出来一位中年女性 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出头 清秀的五官 温柔可亲的气质 眼睛里都是小 这就是王晓菱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奇怪的是 在这一劫我从未见过她 可为什么看她的第一眼 就觉得眼熟呢 来了 快进屋里坐 她笑着迎上前 热情地打着招呼 看她那声 说好听点的是朴实 说难听点就是老土的衣服 我实在无法 把她和爸爸的情人联系起来 我嘴里客套着跟着进了屋 女人张罗着汽茶 姓陈的男人忙着给我递烟 我将计就计 把烟点上 和他们攀谈了起来 我自称在城里开了一家炒鸡店 用量挺大的 他们听了更热情了 才聊了几句 我就搞清楚了 他们这养鸡场 确实是去年六月动工 十月份建成的 正好对上了我爸取款的时间 大姐怎么称呼啊 总不能光喊老板娘吧 找了个机会 我装作随意地打听她的姓氏 表面上笑得自然 心却揪了起来 俺姓王 她爽朗地笑着 一口浓重的方言 虽然早已断定她就是王晓琳 可当我确定了这一点的时候 心情却变得格外沉重 那之后的几分钟 我坐立难安 难以平静地面对他们 他们两口子还在热情地 给我介绍他们的养鸡场 一点都没察觉我的心思 我越琢磨 越觉得这个王晓琳 不是那种女人 后来我心一后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话挑明了 大姐 你认不认识魏建明啊 我冷不丁地说出了爸爸的名字 紧盯着王晓琳 看她的反应 果然听到爸爸的名字 他们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 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这反应也算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震热打铁 她是我爸爸 中风了 还在医院抢救呢 爸呀 您咋还中风了呢 王晓琳嚎了一声就哭了出来 一边急得直拍大腿 啥 爸爸 她叫谁爸爸呢 这下换我目瞪口呆了 这是什么情况 没等我搞清楚状况 王晓琳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哭着问我 你就是心安吧 咱爸咋还中风了 要不要紧啊 不要紧了 已经没事了 等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是谁啊 我这才反应过来 心里咚咚直跳 预感到有一个大秘密就要揭开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王晓琳松了口气 抹着眼泪说 心安 我知道你 我不是外人 是你姐姐呀 接下来通过她的讲述 我才知道了爸爸的秘密 随时年前 在一位远亲的介绍下 爸爸和王晓琳的妈妈结婚 做了倒插门女婿 虽然她勤劳肯干 但一身单力薄 有些重体力活就干不了 在山里 这就成了被人嘲笑的把柄 岳父家的人也都不太尊重她 连带着王晓琳的妈妈 也有点瞧不起她 两个人的矛盾越攒越深 在王晓琳三岁那年的春节前 我爸想回老家过年 王晓琳的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一气之下离了婚 我爸近身出户 从那以后养无音信 对王晓琳来说 这个爸爸就跟不存在一样 我还以为 爸爸不要我了 直到十来年前 咱爸才突然找上门来 他长叹的一口气 眼神里全是心酸的落寞 原来十年前 见一个自称爸爸的人 突然上门来认他 王晓琳在最初的震惊过后 想到小时候因为没有爸爸 被村里的孩子嘲笑 后来妈妈改嫁 又被继父的孩子欺负 种种委屈涌上心头 说什么也不肯认他 爸爸哭着求他原谅 说自己这大半辈子 过得磕磕绊绊 混得也不好 也没底气回去看他 现在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了 才有脸来见他 想弥补一下 对他这个女儿的亏欠 爸爸一哭 他的心就软了 毕竟血浓于水 又加上丈夫的苦劝 他这才回心转意 接受了爸爸 从那以后 爸爸每隔一段时间 就回来看望他 他叮嘱王晓琳 当初认识现在的妻子 也就是我妈的时候 他没敢说实话 隐瞒了结过婚 还有个女儿的事实 加上我妈脾气不好 身上也有病 所以这事暂时还得瞒着我和我妈 谁知一瞒就是十年 去年 王晓琳的丈夫工作的建材厂关门了 他们的儿子刚上大学 正是花钱的时候 将来结婚买房 花销都不小 爸爸就和他们商量 帮他们建了这个养鸡厂 还打算利用厂房 安个光伏发电 那样的话 一个月光卖电给国家电网 也能收入三千块钱左右 爸爸还说厂里扩大生产 他的钱都投进去了 只好贷款安装 后来又觉得贷款太吃亏 还是全款核算 等他把这笔款项筹挫好再说 听完王晓琳的话 我心头百折千回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思来想去 这事谁也不愿 都愿我爸从认识我妈开始 就没说实话 不过要是他说了实话 估计也就没我了 看着眼前这个叫做王晓琳的人 我忽然有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那就是我同宗同园的姐姐呀 怪不得第一眼就觉得眼熟呢 对于我这样的独生子来说 姐姐是一个多么温暖 多么美好的字眼 我不是从小就羡慕 那些有姐姐的同学吗 我按下决心 这个姐姐我认下了 姐姐想要跟我去医院看望爸爸 我告诉他爸爸在监护室里去了也没用 好在已经脱离危险了 不如等我说服我妈以后再去不晚 那个姐你放心就是 这事包在我身上 第一次喊姐 我还多少有点不好意思 姐姐点头答应着 看我要走 拉着我让我等等 说要给我带上一箱土鸡蛋 又让姐夫去捉两只柴鸡 我赶紧推死 你别管 这是给安姨和安侄子吃的 姐姐正色说道 我心头一暖 原来这就是亲情的滋味 往箱子里装鸡蛋的时候 姐姐装上几个 就抬起胳膊 用袖子擦一把眼泪 还一定是在担心爸爸的病情 看得我鼻子发酸 我的车都开出好远了 从后视镜里看到姐姐和姐夫 还站在大门口目送着我 从此以后 在这大山的小孙庄里 也有了我的牵挂 三天后 爸爸从监护室里出来 转入普通病房 趁着我爸不在的时候 姐姐悄悄来过一次 爸爸正睡着 我宽慰姐姐说 爸爸恢复得挺好 姐姐抹着眼泪走了 又过了几天 爸爸出院 除了腿脚不太利索 最大的后遗症 就是变得糊涂 不认人了 我妈伤心之余 开始胡思乱想 觉得爸爸的病 肯定是因为被骗子 骗走了那三十多万块钱 给气出来的 不住地催我去公安局报案 我看看实在不能等了 决定对我妈说实话 开口之前 我做好了准备 先哄着我妈把药吃了 这才委婉地 把我爸的秘密说了出来 不出所料 我妈当场就气得浑身哆嗦 跺着脚骂我爸老混蛋 骗了他一辈子 又逼着我去问姐姐把钱要回来 我劝妈妈道 按理说他也是我爸的孩子 我爸的财产 人家也有份 再说这事也怪不着人家 要怪就怪我爸没跟你说实话 他现在都这样了 妈你生气也没用 咱们还是要尽量把事与情 往好处吧 莫了 我又说道 我这个姐姐人是真的好 那个姐夫也是个厚道人 妈 你不如就认下这门亲戚 你也多个闺女 我也多个姐姐 以后也有个帮手 你看这次我爸出事 咱家一个能帮忙的都没有 别说了 我妈突然烦躁地打断了我 我愣了一下醒悟过来 我刚不小心戳到了妈妈的痛处 以前妈妈曾经早产过一个女孩 都七个多月了 如果当时保住了 我该有一个妹妹 想到这里 我灵机一动 从手机里调出姐姐的照片 举到妈妈面前 妈 你看看 这就是我姐 你看我俩是不是长得挺像 我妈把头一扭 气呼呼地骂我 你这姐姐喊得道歧 你才知道她是你姐 反正你爸也糊涂了 也没人作证 我是不认 我陪着笑道 都不用去医院做鉴定 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俩长得还真有点像 你就认了这个姐姐吧 反正我姐她亲妈也没了 只要你对她好 她一定会孝顺你的 我妈忍不住飘了一眼 然后一伸手 就把手机拿了过去 她一边细细看着 一边嘴里直念叨 哎 还真是挺像的呢 正说着 姐姐打来了电话 问我爸爸最近情况怎么样 恢复得怎么样 我和姐姐通着电话 我妈神色紧张地看着我 我脑子一冲动 就在电话里说 姐 你的事我都跟我妈说了 我妈也是通情达理的人 说这事不愿你 你也不是外人 让你来家里 想跟你见个面 姐姐在电话里高兴地说 明天上午就来 我妈又气又急 伸手躲我的电话 我一边躲 一边挂了电话 然后嬉皮笑脸地 看着她不说话 来了我也轰出去 我妈咬着牙发狠 我都说了 我妈是通情达理的人 你这不是让我下不来台吗 我笑着给她大高吗 再说 你要是一抄抄 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 丢不丢人呢 我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一甩手进了卧室 我知道 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又好面子 明天两个人见面 能不撕破脸 就算初步成功了 第二天 姐姐和姐夫来的时候 提着大包小包山里的特产 一进门 姐姐怯生生地对我妈 喊了一声疑 眼圈就红了 来了 我妈脸上淡淡地 应了一声 姐姐突然腿一弯 就跪下了 说 疑 你是长辈 按山里的规矩 第一次见面 安得给你磕个头 这把我和我妈都吓了一跳 闺女 你这是干啥 快起来 我妈一下子就破房了 一把把我姐姐拉了起来 咱现在可不信这个 你有这份心就行 姐姐指着那些土特产说 山里也没啥好东西 让我妈别嫌弃 我妈埋怨姐姐带这么多礼物 太见外 看两个人越说越热乎 我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妈妈领着姐姐去卧室看爸爸 姐姐看到爸爸 连她都不认识了 顿时就哭了 我从小就被人说是没爹的孩子 我妈也没了 总算把我爸盼来了 又成了这个样子 我这是啥命呀 我妈也跟着掉眼泪 拉着她的手说 闺女 你别哭 你爸这也是命 她在出事前那么惦记你 现在也不认人了 搞不好 你就是她最后的牵挂了 你也讨我的喜欢 我就当满足她的心愿 你这个闺女 我认了 以后啊 这里也是你的娘家 你也还有个弟弟 姐姐听了这话 感动的趴在了我妈的肩膀上 哭得更厉害了 从那天开始 我姐就经常来家里照顾爸爸 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天 和我妈相处的也越来越亲密 我儿子更是大姑不离口 就连作文里写的都是 大姑炖的鸡有多么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姐姐就自然的海口喊妈了 我妈也自自然然接受了 逢人就说自己有闺女了 不像姐姐刚来往的时候那样 对邻居还遮遮掩掩的 今年五一长假的时候 姐姐的儿子亮亮回来了 我陪姐姐去火车站接她 直接回了我家 亮亮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我妈喜欢的不得了 后来我妈主动跟我提起 在养鸡厂安装光伏发电的事 说厂里的账上要是不方便 她还有点私房钱 让我先拿去用 说这是正事 多攒下点钱 给亮亮以后娶媳妇用 我说我有钱 不用动你的私房钱 又笑道 妈 你不心疼钱了 我妈忍着笑 一本正经的说道 这又不是鬼外人 她是你姐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